图片来自网络,如果不曾与你相见,我们不会相识,相知,相恋,与你相见那时,人生的美好刚刚开始,不服输的我总觉得有许多事,许多人是可以被辜负的,并且许多物品和人都能找来替代品,那年,我们都还年轻,我有我的孩子气,你对我很好,但是,我却很少想想我们的未来,你曾多次提醒我, 让我改正我的坏脾气,但是,我依然我行我素,最终,我们因为这些吵不很多次,很多次,转轻一大被伤害,就像撕开一个口子,难以愈合,这就是爱,容不下任何伤害,最终我们分手了,刚开始我骄傲的以为,我可以很快找到一个人来忘记你,一直这样想,也这样做了,直到看到你的结婚照, 我才发现我没那么坦然,我请我们的朋友试试看你,想重归于好,你再无回音,你可能真的放下了,留下我在原地惨惨淒淒淒,或许,这就是爱情,失去刚才显得珍贵,我说只要你回来就好,我的朋友骂我贱,我不怕别人骂我什么, 只想你回来,但是,我终于明白,你再也不回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